楼价至高位回落一成八之后 特首利家超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 没有切辣只是得减辣 市场是否收货呢 还要看看受惠程度究竟有多大 最惊喜是原意针对短炒炒家的额外印花税 以为不会轻易出售 但今次有适度松绑 借力起买入物业之后的捆绑期 会由三年缩短到两年 也就是说持有物业之后两年后出售 是不用再缴附相当于楼价一成的额外印花税 相对于全面切辣 今天炒家入货仍然最少被捆绑两年 看来未必太过吸引 但就成为了发展商和高追鞋货买家的徒生们 对于首持长留花期项目的发展商 今次是制造了一次难得的减绑机会 因为额外印花税是以由签署临时买卖合约一刻开始计起 只要新盘配合建筑期付款和低手期 炒家买入之后两年留花期的项目 入货之后就已经可以沽货了 这样托市的手法 正正因为现在批出预售 但未售出的楼盘是多达1万5千个单位 必须协助清货才行 否则发展商根本就不会再有动力去投地 去解决政府土地收入不足的问题 在1万5千个已经获批预售 但未出售的单位 有1万2千5百个单位的留花期是两年内的 占比是8成3 新地的天使海 胡德峰康城站十二期的留花期 刚好都是两年的 刚好都受惠 这些项目因为今次放宽了额外印花税 就令到发展商可以转级炒家去清货之上 用政策去配合发展商清创 一批早两年才高追的业主来说 其实严格来说他们都受惠 因为特首就说 调整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 即日生效 但或线又是怎样去理定呢 我们胡说楼市向税局求证 是说一刀切全港物业捆绑期会减到两年 所以不管你是否即日签署买卖合约 只要在2023年10月25日或之前两年签署的买家 今日转售都不用交额外印花税 我们说严格来说 是因为这批买家偏偏在市况最刺烈时高追入市 额印这次减纳 只是提供了比较大的机会去放盘 会不会令到他们一窝蜂急于沽货 令后市更加沽压呢 这一点我们要再观望 放宽额外印花税之外 政府同时放宽了原本针对境外客 和公司客的买家印花税 和长线收租客的新住宅印花税 两项纳税的税率即日起会由15%下调到7.5% 同时去年吸引专财而复免的税项 也都改为先面后证 也就是说专财可以直接免却缴付买家印花税 和新住宅印花税 但如果7年之后 他不能够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那时才要报交纳税 举个例如一个非专裁的境外客 买楼一层一千万物业 原本需要缴付15%的买家印花税 和15%的新住宅印花税 相当于楼价三成即三百万 现在只需要支付买家印花税 和新住宅印花税各百分之7.5% 相当于楼价一成半 也就是说只需要付150万 本港换楼客都会受惠于放宽新住宅印花税 以前先买后买要预缴一成半印花税 现在可以减到预缴百分之7.5% 加上额印持货期减少去到两年 有助重新启动换楼链 但是不是真的有效用呢 前提都要看看境外人士 和换楼客是否仍然忠诚于港楼 是否还有入市的疫情 正如特首自己在施政报告开场白都说 外围环境仍然充满挑战 先进经济体为应对高通涨而持续加息 税约环球经济增长令香港经济受压 以前澎湃的境外购买力和换楼客 还是不是放眼香港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毕竟纳税都是税收之一 我们看到政府是没有决心一刀切切辣 而且轻度放宽就是不想放过税收 而今年首九个月来自买家印花税 和新住宅印花税就领库房吸金五十一亿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 如果太大刀斧斧切辣 后市再波动的话政府可能要负上责任 书都有些人形容 今次施政报告的减辣方案不汤不水 也有些人认为有好过没有 其实有好过没有 还包括智慧绿色集体运书 原本接驳跑道区到官堂的单轨告吹之后 现在政府决定以这个智慧绿色集体运书取代 这款参考云巴的集体运书模式 与单轨的概念相似 不过路线不同 以前单轨的路线是会接驳到港铁九龙湾站和官堂站 现在就会改为接驳到齐德站 运书昨天楼稿会在明年内 邀请本地和外地供应商递交意向 并敲定招标条款这些细节 最起码当齐德、东九龙、洪水桥都落实兴建这些设施的时候 正令区内一批的鞋货新盘 例如东九龙、安达神石、矿场的安峰 齐德跑道区 例如湖齐德海湾、维港双转等大型项目 原本被孤立的局面 现在认为一线生机 只不过掃管斧、新九套这些适日供应重振 正因为发展商新盘大致卖得七七八八 居民入住的府房就不被重视 今次施展报告 还有两个措施值得讨论 第一、政府派钱鼓励父母生育 特首说出生率持续处于低水平 政府必须有政策道向 除了今天起出生的新生婴儿 他们会向父母派发2万元之外 由2024年开始推出的新居屋和陆自居 他们会预留一成的单位配额 推出类似家有长者的 家有初生优先选业计划 直至婴儿子三岁为止 同时也提高居所贷款利息扣除 或者住宅租金、税项扣除这些免税额 由10万元增加到12万 一直到子女18岁为止 这样的措施固然都是有好过没有 因为导转推算 要将居所贷款利息扣除发挥到尽 实际以今天的息率去计算 物业贷款额大约293万才可以扣进 只是比之前的244万贷款额多了少少缓冲 值得留意 数据措施的或线日是今天出生的首个BB 所以昨天出生的BB是不受胃的 第二个值得讨论的政策就是延长居居担保年期 由原本30年延长到50年 根据以前30年担保期的做法 居然买家继入楼宁19年以下的物业 才可以免压测批足90岁揭以及25年期的贷款 放宁50年去推算 是否代表39年楼宁以下可以做到这样的免压测安排 如果真的做得到的话 其实这是代表以前是楼宁比较新的物业比较有竞争力 但随着现在楼宁比较旧的放盘竞争力增加 它们的优势是会被削弱的 现在房委会一共有35万1千个居屋单位 当中有14万2千个楼宁 已经达到31年或以上占比四成 这四成单位的潜力有机会被释放出来 但当然这个做法预计是下年年中才推出 我们暂时未知实际安排是怎样 不过我都留意到施政报告里面的一句 它就说担保期延长到50年 可以被买家获取更长年期的贷款 那是否意味以后新居屋的按揭可以突破25年 暂时未知 不过肯定的一点就是 刚刚完成缴主的新居屋2023 都只有25年 因为申请需之内都列明供款年期的上限 最后看完整份施政报告 当政府用尽方法去推高购买力的时候 偏偏长策会去更新房屋需求评估 他们估计未来10年 香港房屋需求达到44万个 公营房屋30万8千个 私楼13万2千个 其实相当于一年的住屋需求是4万4千个 其实这个估算是创出了2018年以来的新高 又说新务率低 又说要吸引专裁 但为什么需求会上呢 其实看完这个推算都有一点不明白 不过对比整份施政报告来说 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更加多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么多了 到施政报告有什么看法 不如在影片下方一起留言讨论一下 喜欢看我们这类楼市短评的影片 一二手简压攻略和楼市深度调查报道 就记得订阅我们胡说楼市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和最众的CRS 下次出片你就会错过了 今次先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